统年科运追撞偷版车一死久伤 行车记录器看见画面中的统年科运直接追撞了前方偷版车 大科车车头全毁驾驶被卡在车内 人员利用破坏器材将驾驶救出 送医后不治 意外发生在21日中午 国道商号198.8公里处一台统年科运 疑似未注意前方托版车已经刹车 才会不慎撞上车尾 35岁的零性驾驶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另外有9名乘客受伤送医 就是没刹车 可是也不是爆充 就是一直要往它那个车的下面一直要转进去 前面的货柜车的下面只要转进去 应该这个路段刚好就是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这个路段 那可能在这个走走停停的状况之下 会造成这个没有注意前方的路况 所以导致这个对撞的情形发生 索性其他乘客皆无生命危险 现场状况也在两小时内排除 详细事故原因还有待厘清 地方中心张话报道